这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2020东京奥运将在明年的7月24号开幕 赛事门票也在台湾提前开卖 售票代理商公布了部分票价 那么最贵的呢就是奥运的开幕式了 视野最好的A席要价是台币大约9万元 那么最低的票价呢也至少要880元 这次奥运全台湾总共配额3159张门票 因为这个票数实在是太有限了 因此想要购买的民众 必须要先上网登记再抽签 就连想要邀请家人到场观赛的国手们 都认为说这个票真的是很难买的 专注瞄准扣下板机 涉及女将吴嘉颖顺利抢下2020东京奥运参赛权 想买票看这些台湾选手站上奥运舞台 台湾贩售票价出炉 最贵的是奥运开幕式 视野最好的A席要价台币约9万元 最低票价像是马拉松C席 也要约880元才能进场 票好像也不太够 因为我觉得日本可能比较近 然后大家参与运动赛事的热情也非常的踊跃 除了目前曝光的台湾贩售票价 日本官网也公布 较多人关注的比赛项目入场票价 像是南篮决赛最贵要约10万日元 棒球决赛最低票价也要至少1万日元 旅球决赛票价落在日币8000到4万5 举重决赛入场券最少也要约2000元台币 而这些项目台湾售价可能会更高 台湾买到了票它的售价会是以东京奥运大会 它所规定的汇率 那再加上它所规定我们可以收取的手续费 东京奥运依照各国参赛人数配票 台湾配额3159张 其中1700张单售票券 另外还有包含票券跟住宿的套装形成 约1400张 东京奥运规定严格 除了美人只能购买4个项目的票券之外 就连观赛时都有限制 赛场中照相摄影如果没有获得授权 只能个人保存不能po上网 民众想飞去东京帮选手加油打气 恐怕不只要口袋够深 手脚还要够快 更要先上网做功课以免违规 见论林凯钧台北报道